2016大选第一场总统辩论昨天登场 三位候选人一开始就端出了自己的政策牛肉 宋楚瑜在经济发展政策上 喊出了2030超韩追星计划 而朱利伦则是提出战略三策 要在四年内将基本工资调高到三万元 至于蔡文文是重申五大社会安定计划 并且向劳工保证改善国内的劳动条件 2016总统大选第一场总统候选人辩论会 下午在公式举行 三位候选人先礼后兵彼此握手后开始这场辩论 辩论会由宏基集团创办人 也是公式董事施政荣主持 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首先升任 他提出三项执政具体对策 包括创新产业和市场的南进计划 国土规划和防灾都根 以及2030年超韩追星计划 每年要高于南韩的成长率1.5个百分比 也就是我们在过去的16年 我们虚耗了台湾而落后了韩国超过5300美元的人均 接下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升了一开始 坦诚国民党八年来的执政还不够好 他提出战略三侧包括提高基本工资 缩小贫富差距 凝聚共事开拓国际空间 台湾会走向一个高薪资高成长 高竞争力的正向循环 所以朱立伦承诺在就任第一年 就将我们的基本工资从208元调高到 22200元 四年内调高到3万元 最后由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申论 她一开始就痛批马政府八年执政不佳 并批评帮朱立伦拟政见的团队和马政府是同一批人 蔡英文重申要用五大社会安定计划 让人民生活更好 工资 薪资 中高龄就业 职业灾害 以及派遣等等 各种劳动条件的议题上 我们都做好了政策的准备 民进党长期以来都是跟弱势者站在一起 过去也是如此 未来我的政府也是如此 三人端出政策牛肉就是要争取选民支持 记者张雄王新中台北报道 很多事